MSM这个甲鸡刘西鸡甲腕这个成分 这罐也有 好另外就是我们的活力巅峰里面呢 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产品 但是台湾没有单独贩售的 是运动复苏平衡钉 因为它里面有魔鬼爪 还有这样跟这种大家很喜欢的植物萃取 那这个成分我们的静节能加强钉也有 简单的说它一罐第三罐 大家吃一罐所有我们关节软骨需要很棒的营养成分 在这里通通都有了 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它有什么很棒的成分 那葡萄糖胺1500毫克 葡萄糖胺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软骨比较润滑 你活动的时候不会觉得卡卡的 那软骨素呢 软骨素是我们软骨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 大家知道软骨是做什么的吗 有对对对 差不多其实我们的骨头跟骨头之间在活动的时候 中间呢有软骨垫在中间就像有个软垫这样子 对有一个很棒的缓冲的效果 要不然你骨骼跟骨骼之间可能就互相就会磨损了 所以它软骨素呢 其实它就扮演了一个缓冲的效果 那MSM呢 它其实也是一样是软骨的重要成分 它会让我们的软骨比较强壮 比较牢 比较牢固 所以它是一个强健的效果 所以这三个成分呢 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就是有润滑 缓冲 强健 这三个很主要基本的功能 那不只是这样 我们还有很多的草本舒缓精华 这是属于美瑞加的专利的一个智慧在里面 这个成分魔鬼爪其实还蛮有名的 其实魔鬼爪呢 是在欧洲民间长期以来很广泛在使用的 可以说是民间的消炎药啦 所以它其实算流传已久 然后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成分 酱根 它是属于偏向亚洲这边的 亚洲啦 印度啊 也蛮常使用它在民间 是一个也是抗发炎的一个成分 那不只是这样子 里面还有野因梅啊 绿茶萃取 还有我们的凤梨酵素 木瓜酵素 这么多的草等萃取 那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的关节软骨 如果有那种发炎不适的时候 可以获得很好的舒缓 所以它是一个很 我们关节软骨需要的营养都有 除此之外 Oligo技术有在里面哦 我们有一个Oligo 蒙的成分 那蒙对我们的软骨也很重要 它是帮助软骨的一个生成 包括软骨里面的润滑液的一个产生 还有维他命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 好 但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 我们的关节软骨啊 活动力需要的营养呢 这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所以它比以往的进阶能 真的是更升级更好 对 那讲完这个这么棒的产品 谁需要它 我接下来要再问大家 在座有谁觉得说 我年轻 我还很年轻 而且我的关节软骨非常的健康 不需要这个产品的 大家太客气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座可能很多其实很年轻的领导人呢 有可能其实真的是不需要这个产品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承认 我虽然没有很年轻 但是我一直认为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觉得自己的关节软骨有什么问题 简单的说 我会买进阶能给我妈妈吃 我觉得老人家需要 但我觉得我OK啊 走路很正常啊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篮球 篮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对 大家知道他在40岁的时候就发生退化型关节炎吗 对 大家知道篮球运动会有很多弹跳的动作 那你每次一跳 你的关节承受是体重的八倍这样的重量 所以他的关节使用度非常高 比一般人会容易来的提早退化 那其实呢 近年来我们医界有发现说 这种关节软骨退化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但是为什么 其实跟大家现在比较有运动健身的概念 其实还蛮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如果你有在运动健身的人 特别说你可能运动训练的强度 其实还蛮强的 那你又没有很适度的休息啊 或者是伸展 有可能其实你的关节软骨呢 就比较会提早的退化 那这个读群要注意 再来年长者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在台湾 只要60岁以上的人一半都有关节软骨退化 那年纪越长 越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女生也要注意为什么 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生 你少了女性荷尔蒙的一个保护 我们的骨质容易疏松 骨骼的那个支撑力变差 你关节软骨也会受到影响 好胖的人跟常常要扳很重的人 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关节本来就要承受比较重的一个力量 还有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想到说 哎动太多有问题 不动也会有问题吗 有也会 有研究指出如果说你每天站站立不动的时间 超过八到十个小时 你会比一般人关节软化的比例 几率高出1.5倍 对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你是一直站的不动 或者是你一直坐的不动 我们的那个关节这边 它是被紧紧夹住一个很紧绷的状态 它其实我们关节是需要动态平衡 你必须要关节一站这边流动 才会有一个营养的一个补给 所以都不动呢 关节就是容易发炎 容易退化 容易受损 所以如果说你是常常都不动的 做着的上班族 或者是你是那种专柜的销售人员 门市人员或是护士等等 其实你的关节也比别人有更大的风险会退化 好以上讲的这些 各位领导人 如果你有其中的这些因子在 或者是你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族群 那就要记得推荐 静节能加强定 给他去加强保养 好 好接下来呢 我要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通常你发现自己的关节软骨退化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走路 走路会痛 会痠 对 会肿 但是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 对 那我们现在走路正常 关节不会痛 就表示我关节没问题吗 对 对 其实我们呢 帮大家找了一个 简单的小小的测验 我们可以提早发现说 我的关节是不是已经提早拉紧爆了 等一下我们会邀请各位领导人 起来稍微动一动简单测试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先邀请我们的 总共做五次三四五 完成 全新季节人加强力 给某事物很新动力 你行吗 换你试试看 对 对 对 Alber做得很棒 大家觉得Alber做得到 你们做得到吗 一定做得比他好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可以邀请 各位领导人 除非说可能 呃我们有一些 女生穿高跟鞋 可能比较不方便的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大家都起身 我们一起 做这个很简单的小小的检测看看 大家还记得怎么做吗 第一个其实你的手 你的手可以平衡 或者是你要插腰 只要你能平衡就好了 选一只脚 你觉得你比较有自信的那只脚 单脚 先单脚喔 单脚在地上之后 要垫脚尖 再下蹲 蹲 看你能不能做到五下 诶 可以 诶 诶很棒 诶垫脚尖再下蹲 非常不容易 你用 要先平的吗 诶 我再录 哦 那个我们审村长老师做的超棒的 好 谢谢各位 他都都有测试过 觉得自己ok吗 超棒的 超棒的